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直接逃回了老家 随后他就开始到黄土军校学习 等他毕业以后就去前线作战 因为他在战场所表现的 可是勇猛无畏立下了不少战功 于是很快就被任命为了师长 等到后来的时候 就直接备受于中将的军衔 等到1941年进行长沙会战的时候 不仅只有薛瑞一人在此处抵抗日军 他也在这一战之中立下了不朽的攻击 部队在他的带领下 虽然一直在受着日军猛烈的攻击 但是在他冷静沉着之下 战士们水都没有退缩 可日军的攻势实在是太猛烈了 在他率众苦苦坚持了四天的时间 眼看就要吃手了 蒋介石为了找个被锅的人 于是就见了他的职位 很快第三次长沙会战就已经开始了 他为了证明自己 就没有听通命令去前线抗战杀敌 在他的带领之下 部队异常勇猛 在这一战之中 足足歼灭了日军六万余人 也正是因为这样 老蒋介石为他颁发 象征着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 可到了内战老蒋失利以后 他跟着老蒋吃了台湾 却因为手下的原因 最终被判了十五年 最终被老蒋下令处死 更让人可气的是 此次处死的并不止是他一人 一同被处死的还有他一家老小 而在他被捕入狱 还有在临行之前 他都一直称自己是无罪的 并且希望自己在死后 能被买在学州的云龙山 直到1983年的时候 他才被追为革命烈士 就是因为他在1949年的时候 曾被共产党成功策反 最终就在他起义的时候 因为交通不便的原因 这才跟着老蒋去了台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这次